一个人只喝水能够存活十天时间 那么如果十天不睡觉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恐惧 已怒 还是疯的 然而这些症状在不睡觉的五天内就会出现 十天不睡觉发生的变化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女孩名叫小美 是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外教老师 然而她逛街买鱼 车站加油 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刚回到家的小美 正准备观赏买回来的小鱼室 小美昏昏沉沉的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诺大的密室里 她惶恐不安的四处张望 不断敲进门想逃离这个地方 可无论她怎么做都无人回忆 她不知道的是 现在她的一切举动 从视频监视转为了现场直播 许多观众都看得津津有味 却没打算报警 反倒是开始热烈讨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小美蹲在地上无助的哭泣时 广播声突然响了起来 小美站起身来走上前细细聆听 广播告诉小美 游戏才刚刚开始 游戏的规则极为简单 就是在这里不能睡觉 每天早晚八点都还有特殊服务 其他时间就都禁止睡眠 如果有发现任何想睡觉的行为 都会获得奖励 小美根本没听信这些 而是继续蹲到一旁 一心只想逃离这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特殊服务正式开始 小女孩的声音从广播里传了说 只做小美之前打掉孩子等种种罪有行为 这些话戳中了埋藏在小美内心深处的痛处 让她整个人心烦意乱 说完了小美种种不堪的过往后 小女孩又给小美指了条名路 只要她能够在密室里找到钥匙 就能逃离出去 这空空的密室夜览无余 根本就没有藏匿钥匙的地方 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藏在白色的垃圾桶里面 小美一步步向垃圾桶靠近 当她打开后 着实被吓得不轻 因为里面满是碎肉块 发出阵阵恶臭 为了能逃出去 小美鼓起呼气 手捂着鼻子再次接紧垃圾桶 内心做了许久的斗争过后 小美才慢慢将一只手 伸入垃圾桶内捣鼓一番 终于 看见一个雪淋淋的玩具娃娃 可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 小美只能蜷缩回角落里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个蒙面男人 她又会对小美 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 在这密闭房间内 一个女人正被蒙面男拖拽了头发 来到密室的正中心 只见蒙面男手中的电棍 发出刺耳的声音 是一女人坐到椅子上 女人只好照做 颤颤巍巍地坐在了铁椅上 只要稍微不配合 电流在小美身上到处乱窜 承受不住的小美直接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小美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捆绑在了椅子上 蒙面男见状 直接给她戴上了一个头头 让她看各种刺激的小短片 小美拼命争托 可一切都是徒劳 很快到了早上八点 又是特殊服务的时间 只见小美被关押在密闭的集装箱内 此时她的精神 已经接近崩溃状态 但广播那边的人根本不在乎那么多 他们问出一个又一个 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只要小美的回答没能满意的话 就会接受高压水餐的洗礼 直到回答满意了 才能逃过惩罚 而做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将小美精神高度紧绷 让她没有睡觉的想法 特殊服务再次升级 直接蒙面男抓来另一个女人 绑在小美的正前方 这次是抢答游戏 小美要是不好好回答问题 就会被扇耳光 肉体受尽摧残的小美 一边哀嚎 一边集中注意力回答问题 然而当她侥幸回答正确了的问题 坐在她对面的女人 小美被吓傻了 这是何等残酷的手法 已经将小美折磨得不成人样 然而蒙面男并没有搭理小美 而是自顾自地将尸体拖走 拿来拖把将地上的雪渍擦洗干净 又过了不眠不休的一夜 三天没睡觉的小美 已经全身乏力 昏昏沉沉的任人摆布 她已经无法行走 只能爬着坐到角落处 这时蒙面男推着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 慢慢走了进来 里面装着几盘饭菜 没错 每天的特殊服务依旧在进行着 这次小美要在一分钟之内 打开箱子吃完饭 面对这样的要求 小美知道他们是会说到做到的 她迅速地拿起钥匙 一根一根地尝试解开面前的锁 经过20秒的时间 锁才被小美解开 留给小美吃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慌忙打开木箱 一个劲地往嘴里塞进食物 难以想象 经40秒不到的时间 小美真的把面前的饭菜全部吃完了 酒足饭饱的小美 又被蒙面男扯着头发 准备捆在贴衣上 然而小美在摄取食物后 稍稍恢复了些许力气 她猛力踹在蒙面男的裆部上 让她失去行动能力 自己再赶紧拿着钥匙 尝试着打开大门 门打开了 然而小美并没能如愿 想要逃出去 终究成了幻想 男人拿着电棒 直接将小美电晕 迎接她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特殊服务 这个女人已经五天没有合眼睡觉了 意识变得模糊不清 整个人躺到在地喃喃自语 想要合眼睡觉 女人无时不刻都要在清醒状态 很快 蒙面男推进来一个大木箱 二话不说 直接电晕了小美 并将小美抱了进去 紧接了 她拿起电钻 将木箱的四周 锁上长长的螺丝 随后 又将一只活生生的老鼠 从洞口放了进去 顺时间 老鼠的叽叽声 和小美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迷失 过了许角 箱子内恢复了瓶颈 打开箱子以后 被关进去的老鼠死伤无数 而小美活了下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已经来到了第十天时间 小美十天没合上过双眼 当摘下头罩时 小美赫然发现一个男人 被绑着坐在小美身前 小美呆呆地望着她 下一秒 就见小美像发着疯眼 大喊着一锤一锤 朝男人砸去 直到男人无法动弹才听着 杀外人的小美 跌跌撞撞地朝着门口走去 没想到十天无法逃出密室 却在这时 轻轻松松就能离开 小美没敢在这里停留 而是迈着沉重的步伐 回到家中 回到家里的第一刻 她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先跑到浴室里面 洗了个香香 突然门外传来动静 小美惊慌地从浴室里爬了出来 来到厨房 拿出一支匕首 埋伏在门后面 回想起这些天 看到的种种画面 小美精神彻底崩溃 等待人进来后 她没有丝毫的犹豫 而是紧紧握着手中的匕首 一刀一刀 向对方刺去 当对方没了气息后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 发出了实验已经成功 直播已结束的消息 原来 从小美被抓进去的那一口气 实验就开始了 工作人员将在众人面前展示 十天不睡觉 会发生何种可怕的效果 而答案也显而易见 十天不睡觉 换来的是恐惧 异怒 嗜血 当我们再次看见小美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警局里 她并不是以失踪的身份 坐在警局里 而是以杀人犯的身份 坐在警局里 原来 小美在家中杀的并不是别人 而是她的父亲 由于没睡觉的缘故 小美已经无法分辨出任何人了 只要是接近她的人 都会被小美当作 想对她不利的人 导致小美的父亲 也惨死在她手上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小美并没有被判处罪行 而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里 在这场直播中 小美并不是最后一人 直播依旧还在继续进行 这次的对象 是某国高管的妻子 目的是为了让妻子放出来后 能够击杀这名高官 看完电影后 你是否该考虑 晚上放下手机睡个好觉呢 就单单只一天不睡觉 整个人真的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小编亲自过 而且人如果长期睡眠不足 会使人心情忧虑 焦急 且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就会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 和处理事物的能力 所以有条件的人 尽量睡足时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